食材 油 水 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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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错了 我怎么觉得您刚才的话 像是在讽刺我呀 我看你结婚以后 好像没添置什么衣服啊 是不是皇城管得挺严的呀 那倒也不是啊 我没时间逛街 女人自己对自己得好点 要不然别人 谁也不会把你当回事 我就是觉得呀 我对自己太好了 挺 皇城挺抠门的 他呀老让你节俭 你要是不好好保养自己 等成了皇脸婆 他该嫌弃你了 男人都是这种矛盾的动物 这些菜还炒得不错 我忘了吃饭了 怎么了 行了 我去酒吧 你怎么这么长年不见人影啊 谈恋爱了 屁 还等着你老头回头呢 没有的事儿 你别把我说得那么不堪 我还不了解你呀 你就是一个表面话 我马上就要去进修了 半年时间怕你想我 所以今天约你见见面 半年 我半年 哪儿修啊 找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去了 小夏不是上那时候找着了吗 她上回弄错了 你也别老闷着 你跟我说说 我帮你找 保证二十四小时破案 陈长 你能搞定个你老婆就不错了你 希望你帮我做你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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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等我呢 你可回来了 加班啊 别提了 本来早就下班的 你看我菜都买好了 突然有一病人 住点状况 对了 今天本该我做饭的吧 行了 你坐下吧 做什么饭的都吃完了 要不我再给你弄点夜宵 行啊 你这弄的哪出啊 甭管了 听这声小冠回来了 不会也没吃晚饭吧 吃老吃饭 吃人瞎折腾什么这是 你妈 你妈 您怎么没穿袜子呀 天凉别着凉了 行啊 我愣吧 我来我来 我刚才听见你妈在说话 她说什么呢 没事没事 别管了 来 请夫人享用 真好 嗯 嗯 咋样啊 鸡丝 那个 再拿个碗过来 干嘛 我不吃 去 放这儿 来 鸡蛋你吃 你看 够了吧 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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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先给你妈端去吧 我妈 她她不吃 她要不吃你也端回来 快 拿双筷子啊 好 不是 干什么呀这是 我这看您晚上没吃饱 等您了 下了一碗 你这是发烧啊 还是退烧了 不 怎么样 还让我喂您 我先孝孝您才能吃到我 你媳妇胜的吧 你还吃不吃不啊 行了 行了 回来 行吧 割盐了 那我走了 还行 去吧 老婆子 老婆子啊 你这是 我还心家里进耗子了呢 吃辣吃辣的 这几点了 哎呀 我儿子啊 孝敬我的 没你的份 气死你 哎呦 你说这大半夜啊 你吃 哎 老婆子 你不是又怀上小四了吗 哎呀 恨不恨人呢你 来 慢点吃 慢点吃 真挺香 你不是小做的 嗯 哎 有工具吗 借我拥有 没有 哎 哎 你上我家要玩的 哎 这不就是工具吗 哎 我非警户入你不知道啊 救人于危难你不知道啊 不是 帮我拿着包 快点 怎么那么弄啊 嗯 笑什么笑啊 帮我玩的 不是快点的 快点 加油 谢谢啊 哎对了 你们家有什么那个 就是薄一点的 像那个X光面什么的 有吗 这个真没有 那身份证总有吧 这个可以有 管什么 你就甭管了 借我用一下 哎 哎 哎 去去去去去哪儿 去哪儿去哪儿 嗯 谢谢啊 这怎么弄坏了这个 嗯 你自己不带什么伤啊 我 大量 那你怎么不用自己的啊 我这不怕弄坏了吗 谢谢啊 不是 那 这 这 是这小友 哎 哇 谢谢啊 怎么了 没事 可能刚才把脚给 你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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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同志之间的 相互关系 谢谢啊 别想我要手术 有一台小手术 不碍事 也都交给我吧 你别多想 我是替病人靠面 我知道 还是我自己来吧 老大夫 别闹了 腿怎么了 走了可以不小心崴了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 三天两头都崴 又不是小孩子 别呀 医院这么多人呢 哪有人呢 没事儿来吧 哎呀 别这样呢 出 出门在这儿啊 行吗 行行 走不走 没事儿过上 来 嫂子 你这怎么了 快给我快给我 没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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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得做饭呢 别做了 这是做什么饭呢 那怎么了呢 脚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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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崴的 在哪儿崴的 你快去 你弄 弄 弄 弄点热水 热毛巾来 来 来 给我这儿 来 妈 没事儿 哎呀 慢点 慢点 我走啊 哎呀 来一把 我碍事儿吧 我碍事儿是 怎么碍的 对 上楼 有水 热水 烫啊 来来来 毛巾拿来 来 妈 来 妈 我自己来 我来 我来吧 你这孩子 走走 喝点水 晚上我做饭了 以后啊 以后上楼下楼的 小心点 你多吃点 别减肥了 你都瘦了 妈 我没减肥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 我 应聘成功 干吗呢 多少钱一个月 瘦楼小姐 底薪一千五 这是你啊 工作以来 挣得最高的一次 那当然了 人往高处走了 你跟你们说啊 要是干好了 还得提成呢 还得提上楼顶 那行 那行 下个月 你就把钱拿回来 妈给你存着 一分都不少 好嘞 小高啊 你的钱 上次交给我啊 这事儿 我还没跟我妈提呢 我的工资啊 一直都是交给我妈保管的 要是出诈以后就问她要 就不太好吧 妈 你放心吧 我绝对不会乱花钱的 要不这样 我交一部分伙食费 您看行吗 交什么伙食费啊 我这又不是开饭店的 就是 您怎么又说上这事儿了 吃饭呢 再说咱们都是一家人是吧 吃饭吃饭 那个小水啊 这搜楼小姐是临时的吧 那也不见得 要是干得好呢 估计一两年是没问题 就是 我还得麻烦大家一个事儿 我们公司吧 是有业务指标的 一个月至少得卖一套房 两套房以上才会有提倡 我要真是一套房都卖不了 我就也走了 那这太呵呵了 不过你要是卖个什么桌子板凳什么的 我还能帮上门 这卖房子我 就是啊 那房子多少钱一瓶米啊 在新区冬头 然后底价四千 四十千啊 那四千那就贵了 冬头那么偏 我看三千还差不多 对啊 便宜得好卖啊 三千 那是两年前的价了 你们也不看看 现在这房价都长成什么样了 都什么样 来 你多吃点肉啊 我告诉你 我就喜欢胖子 知道吗 我看见胖子我就高兴了 胖子呀 胖子肉很厚 我问路我都愿意问他 别说了 来 吃 马上吃肉啊 大嫂 你有事啊 坐吧 不坐不坐 我就想跟你说一句话 以后我们的事不用你指手画脚啊 什么事啊 您是不是误会了 不是 我爸 就挺恨那种背地里搞小动作的人 知道吧 那是怎么回事啊 我要是有做得不对的地方 你 你就指出来 小胖呢 是老皇家的长孙 大家宠着他都是应该的 是吧 那吃点喝点有什么呀 就为这事啊 大嫂 你有没听过一句话叫 穷汉养娇子的 你跟我弄文言文我听不懂 我知道你心疼孩子 其实我们也关心小胖 这孩子呢身体素质不错 我觉得他应该好好锻炼锻炼 吃点喝点正常 但是凡事不能过量 过量了对身体就不好 我这人说话话比较直接了大 你要是不爱听的话 以后我就不说了 你说话还直听 那个 大嫂 你爱看那韩剧快开始了 就那金喜善跟那个善年方眼那个 你说你是一有素质的人 你跟他叫什么劲 我没跟他较劲 是他自己跑进来跟我理论的 我知道了 以后啊别的事我就不管了 你也别管 你一管什么事 就会报应到我头上来 明白了吗 好 好 书香门第 同学都在家里找找找 从小学都在家里找找找 从小学都在家里找找找 你还送宽带呢 您看一下看一下 先生您好您好 您看一下我们书香门第 您看一下 您拿一下 没关系您快乐 您看一下 哪一张嘛 书香门第 高飞 夏野芬 对了 你有没有认识的人需要买房的 干嘛呀 随便问问 要是有的话就告诉我一声 你要开发房产了 你觉得可能吗 那你们家皇城要开发房产 那就更不可能了 小蕊啊你别着急 妈现在就帮你打电话联系 行不行 这卖房子啊 那不像卖萝卜卖白菜 你别着急 我现在就给你打电话 好了 这不扯吗 你上哪儿帮她卖房子去 亲戚找亲戚 咱家没钱 但咱有亲戚的 亲戚套亲戚 亲戚找亲戚 都是些穷亲戚 他这样一样 是我 然后我跟你商量点事 那边 grabbing他 你看 我去买看 都不厉害 会不会 我去买看 那边 我去买看 街头 拥有 有 不允许 这里 知道 你 说说吧 你这尾巴被谁给踩了 嗨 我昨天分手了 这还不知道你有女朋友呢 这就分手了 够快的呀 其实也不算女朋友 刚认识一礼拜 不 你是不是我朋友啊 你就不知道安慰安慰我 谁说不做朋友的呀 你不开心的时候 我是不是一直都在你身边 行 行 那您是想借酒消愁呢 还是想找人请处请坐 我都奉陪 行了吧 搞不懂你们女的 怎么这么爱生气 我约会迟到五分钟 生气了 吃个饭就没给她递筷子 生气了 昨天我姐过生日 我让她陪着我去挑个礼物 一出门的时候还高高兴兴的 到最后不知道为什么又生气了 这都什么毛病啊 那你直接问她为什么生气 不就得了呗 我问了呀 人家不说啊 这也可难办了 她生气有周期吗 周什么 就是她每隔二三十天 还是那种隔三差五的生气呢 这东西有周期的 那你周期过了吗 怎么又说到我这儿来了 我没周期 我更年期醒了吧 那有点早啊 要不带您看看去 我抽你啊 不是 你什么意思呀 你不会是想借着这次机会 来跟我复合吧 说实话 我一天不见你 就特别想你 然后我也吃不好 也睡不好 后来我想了想 哥们就哥们吧 我也不挑了 但是如果有一天 你觉得我们可以不做哥们了 你记得提前告诉我一声 好吗 你别闹 太讨厌了你 喂 我们是哥们 哥们 怎么了 情绪不高啊 别提了 忙了我一天 我都快累死了 那忙是好事啊 说明生意不错 还好事呢 我嘴皮子都快说干了 说是还没卖出去一套房 我们老板今天找我谈话了 说这个月要是再卖不出去房子 我就得走人了 怎么连一套房都卖不出去啊 你不是挺忙的吗 那些都是假客户 全都是咱家亲戚冒名顶替的 都是咱妈闹腾的 我明白了 点心的治标不治本 我还想着这个月发工资了买电脑呢 这侠行了 全泡汤了 要不我赞助点 真的 等我进去宽裕了啊 喂 欧阳 找你的 喂 哎哟 你小子 我手机张得关了 你什么事啊 不能下班以后再说 你莫名其妙你买房子 你问我意见干嘛呀 你手里要是有钱 那房子要是好 好 好 欧阳 你有朋友要买房啊 是这样的 我有个朋友呢 他是售楼部的 你看 你不用吞吞吐吐的 你告诉我楼盘在哪 我给我朋友打电话 在新区 我问问啊 我告诉你 喂 黄蕊啊 我高飞 哎 你那个授楼处 在什么位置啊 先生您好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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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先是谁啊 黄蕊 我 我们现在这个房子是占地十二公顷 有十万平方米 然后绿花面积是四十五公顷 然后您看看我们的户型吗 现在我们任意一款户型 我们都送五平米的露台 然后二十四小时的热水 免费的宽带 地下停车场 还有免费安装地热 像我们的这些配套设施呢 从小学 中学 高中 周边的医院 影城 超市 这些 都挺完善的 刚来 还不到一个月 业务得加强 是是是 那个 那个楼呢 东边那个 你给我来一趟 好 定金吧 一万 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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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万 一万啊 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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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個嗎 對 您請 這個拿好 這個拿好 已經關上了 下次再來 電腦有戲了 兒子 媽 我二嫂呢 在屋呢 二嫂 嫂子 嚇我一跳 不压了 怎麼了 嫂子最好了 嫂子最心疼我了 怎麼了 幹嘛 你得蜂牛病了 討厭 嫂嫂 你給我介紹的那筆生意成了 真的 真的 等我發了錢以後 我給你買禮物謝謝你啊 不用 等發了錢以後啊 你自己買開電腦吧 好 那你倆 甜蜜蜂 把門帶上了 你還 學個你 你敢聽她說什麼了 你們倆甜蜜蜂 甜蜜蜂 甜蜜蜂 你別坐床上 我換褲子 那你給我換 這多髒了 你給我起來 你又換你又還要累 你去吧 嫂子 多吃點 多吃點啊 好 你也吃 這肉好吃 我 你呀 臉色不好 多注意營養 吃吃 來 小蜜蜂啊 小蜜蜂啊 以後是不是每個月 你都得賣一套房子 這只要走出這一步 以後就好辦了 一平米四千一點都不貴 你說地方嗎 是偏點 那以後慢慢不就好的嗎 我們老闆可說了啊 以後這房價肯定又還得找 哥 你那錢別亂往公司裡投啊 也該投資套房了 還越說越來勁呢 你不就是個公司打砸的嗎 嚇唬誰呢 一套房子幾十萬 誰買得起啊 家庭婦女別懂別亂插嘴 打你個沒規矩的 誰家庭婦女 快吃吧 小蜜蜂多吃點啊 給小蜜掙錢了 給你買雞腿吃 喝茶水來來來來 那給我 來 要不咱們也買個房吧 就光聽小蜜說的吧 那買房是咱們家人買的嗎 咱哪買得起啊 買房是遲早的事 等咱們有孩子嘛 這兒就住不下了 對 等咱們有孩子了呀 那小蜜她也嫁出去了 咱孩子就有這兒住了 我可不會讓我的孩子 住違章建築呢 反正 我覺得吧 咱們現在的經濟條件 房利太大了 不如把錢都投在公司裡邊 我不能給人打一輩子工 我得當老闆 當老闆老闆以後 能有了孩子 那就直接住別墅了 你看 就直接說 就沒事 對了 問你個事啊 你哪兒認識的那個有錢人啊 什麼有錢人啊 就為什麼買房子那個 那人你也認識啊 那人你也認識啊 我也認識啊 誰啊 牛一鳴你不認識啊 他買房我都不知道 你怎麼知道的 我我我我我我聽說的 我知道 他跟你前夫是私的 我是碰巧聽見了 也對 我跟牛一鳴那一個星期見一次 你跟你前夫那是天天都見面 那怎麼了 你什麼亂七八糟的呀 吃醋了 我吃醋啊 你太小瞧我了吧 我吃醋啊 行 你你不是幫了小蕊了嗎 原諒你了 小心點 睡覺了 好 謝謝了 謝謝了 謝謝你朋友 他還真下定金買房了 這小子關鍵時刻倒是不特戀的 總之謝謝了 沒用心 王健說要跟我重新開始 我該怎麼辦呀 這事啊 你還是自己來注意吧 關於感情上的事 我基本上屬於弱智 這個你倒挺有自知之明的 別的呢 別的呢我倒是無所謂 就是一想到這個王婷婷 我就覺得心裡特別窩囊 還是做朋友好 做朋友更長久 友誼天長地久 吃吧 牛總你好 你好 那個我在這兒等著人 沒問題來你裡邊請 坐這兒吧 好 我是給您倒杯咖啡呢還是茶 卡 卡 咖啡好啊好沒問題您稍等啊 是水均 我吧你好你好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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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我的朋友潭總 你好潭總黃蕊 你好這地方真難找 我需要了一個大圈才不找我了 我们这是新区 周围的配套设施还不太完善 不过这个您放心的 我们年底交楼之前 所有的配套设施就都完善了 新区这个价格太贵了吧 潘总 这样可不能这么算呢 我们现在每一套都送露台的 这样一算下来的话就很划算的 来个一百多平米的吧 真的 我时间紧 把手机快的给我办了 行 马上 您稍等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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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 潘总 慢点 走了啊 走 不见 不见 走了啊 再见 来 走 买不做成了吗 谢谢 谢谢牛总 怎么样 请我吃顿饭吧 大安不言谢 吃一顿饭就行了 那我那个 没空呢 开玩笑呢 怎么着 我走了啊 好 慢点啊 牛总 好 我走了 嫂子 什么事这么急啊 我问你 中午有时间吗 有 一个小时吧 你陪我去买样东西吧 地方远不远 我可就一个小时 不远 绝对高 走吧 行 嫂子 你说我要是送男的 是送钱包啊 还是领带 还是腰带 那没看你们什么关系了 皮带一般是送给老公的 领带是送给情人的 钱包是送给朋友的 那我领带和腰带 就都不能送了 这也不一定 有的也可以送 就看对方是不是真的需要了 你到底送的谁啊 就是那个牛总 你给我介绍的那个 他今天又给我介绍一客户买房 我想谢谢他 牛总 是他让你谢他 还是你自己非得谢 他让我谢他的 他非让我请他吃饭 哎呀 小蕊 牛总这个人吧 虽然你有结婚 可是他有个女朋友 已经交往十年了 他这个人呢 别的地方都好 就是经常会跟一些女的呀 扯不清楚关系 所以你跟他相处的时候呢 得注意点 千万别吃亏了 你明白我意思 嫂子 你想的太多了 我就是想买一样东西感谢人家 你都想到哪儿去了 反正呢 跟他在一块儿 得多注意点 放心吧 你就别想太多了啊 这个患者的外伤 形成了血迹胸 需要开通探查 片子呢 情况就是这样 大家看看还有 洛阳 耽误你两分钟时间 好 小编 你看看还有 这样吧 我马上回来 大家等我一下 可能是我多心啊 你说牛一鸣 是我想的那种人吗 你刚知道你自个儿多心啊 跟你说正经的 别害了人家小姑娘 你现在就是帮人家 卖了套房子 有什么大不了的 你就甭跟这瞎掏心了 真是应了那句俗话 皇后不急 你这宫女是跟着急 不行 你得帮我嘱咐她几句 就算我谢谢你了 没这必要 好不好 好 得解除了 好 老板子 牛总 你就好回来了 因为我 我想跟你说我妹妹的事 谢谢你 我本来啊 就想投资买两套房 她那个地段虽然一般 价格还可以 好 老公 你赚那么多钱 老钻在手里舍不得花 你也买套房啊 我哪儿买得起啊 我妹这个人呀 没见过世面 给您添麻烦了 你也太客气了吧 她卖我买 是不是 我请我愿呢 谈不上什么 这麻烦不麻烦的 没事 没事 行 那就 牛夫 稀客呢 来 来 来 老老师 这两个 你这样了 管得严吗 一如既往的严哪 你个儿是太饱都严了 你小子就该理 嗯 现在落货了吧 你现在是自由人了 天天看我笑 我问你一声 嗯 你买房子 是为结婚吗 我疯了吧 我 没结婚现在都盯我这么严 结了婚 还不在我脖子上个套 不结 那寿楼处那小女孩 没心存什么邪念吧 寿楼处 什么意思 你要给我签一下啊 别在这儿跟我当马会演 就你那智商能骗得了谁啊 人家呢是不按事事 你是心存邪念 你好不为之吧你 欧阳 你这道貌岸然的样子 我都看不像你小伙子 啊 不就是皇城的妹妹吗 你跟着起什么混音 我说为你好 为我好 虽然我的智商不高 但是体会这点意思还是足够的 还不知道为谁好的 欧阳 我真替你伤心啊 你这辈子 就被这女人吃定了你 我乐意 你管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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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